郭台铭应该先还中国农民工富人税 从2020中国与美国终须一战作者邵维华对富士康的批判谈起 6月04,2019,郭台铭大谈富人税,颇有富人罗宾汉的志向 我倒要问为何郭董部先向受害者农民工加薪 YSTE及邵维华曾引用美艳如果你富有,这说得通 如果你非常富有,你一定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质问郭台铭血汉工厂 我们看他怎么说富士康是不是血汉工厂不是郭台铭说了算 郭台铭是从他的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台湾人,尤其是政治人物,把郭台铭看得很高,其实是有问题的 YSTE套一句美国人的谚语 意思是,如果你穷,这说得通,如果你非常穷,这是政府的错 如果你富有,这说得通,如果你非常富有,你一定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个谚语带有很重的社会主义色彩,YSTE个人很认同,请不要误会 他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是来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来自最资本主义的美国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在改变,懂了吧,傻瓜才相信这个台湾最富有的人是干净的 C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是有语分析 先介绍一下邵维华先生,他常年在UDN社群发表文章,化名YST2000 后来他于2014年出版2020中国与美国中虚异战,如果出版,并于2017出版地缘政治与中美博弈 根据介绍,邵维华生于四川成都,成长于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数学博士 在美国休斯飞机公司,2000年被波音公司收购,担任资深系统工程师,今年应该有70以上了 当年2020中国与美国中虚异战一出书后被许多人肯定也被许多人引为笑谈,不过,当时间越接近2020,好像没那么可笑之外,至少贸易战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闲话休题,YST谈富士康的文章为,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是有语分析,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美国与大陆的责任 富士康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下,台湾的责任与结论,短评,郭董的屌毛,从富士康事件我们学到什么,基本上YST批判美国这种创造需求 过度消费的文化,也不认为代工有科技含量,台商在大陆的代工更是让大陆农民工被拨两层批美国企业与台湾代工各拨一层 根据我看过的报道,其实富士康已经大量使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了,但为何还需要那么多人工呢?原因就是需要索罗斯组装与用制据测试 如果对比郭台铭这多年来财富累积的速度及2010年农民工不过只能0900人民币的薪水就可以知道 If you are very rich, you create,这话是啥意思,在第五篇,YST提到 中国的资本家,特别是台湾的资本家,比他们的西方对手傲慢多了,他们做人的态度非常恶劣 郭台铭是他们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曾经有美商,上游的公司,到富士康的厂房参观 看到一处圈起来的空区域,便问这空区域是做什么用的,陪同的富士康经理不敢说实话 之无以对,因为那是罚站区,这就是富士康的公司文化 读者不要讶异,罚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早年台商在大陆对员工一不满意就全体罚贵 哪里把大陆工人当人看,想想看,既然不是人,那里还有什么人权,大家都知道郭台铭的部署 在回答郭台铭的讯问完毕后是不能坐下的,除非他允许你坐 郭台铭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你是下等人,枝差没有像清朝的皇帝直接要你自称奴才 这种跋扈的情形在美国高科技公司是没有的,否则留不住真正有才干的人 郭台铭有没有把人当人看不知道,至少他公开说管理100万个动物让他头痛得要死 根据The World Factbook,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国大陆2016年的基尼系数Ginni Proficient为0.465 也有说2017为0.468的,台湾的基尼系数据称为0.337 因为数字越高代表越贫富不均,这表示大陆远比台湾贫富不均 如果大陆要自称是社会主义共产国家,难道不应该把超级有钱人跟贫下中农农民公共产一下吗? 郭台铭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郭董1988年在中国大陆百十人的工厂能增加到 如今大陆有近百万员工,而且你资产高达3000亿,你的钱当然是中国农民工为你郭台铭赚的血汗钱 富士康的列行举世谈了不少,如果郭台铭真的良心发现或善心大发,请先回馈你那百万员工 我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要不然 If you are very rich, you crooked Blackjack 2019年6月4日 开征富人税,郭台铭,当我的好朋友要倒霉了2019年5月31日10点36分 《经济日报》记者萧军辉及时报道,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提议要开征富人税 至于郭董的那些朋友,会因为郭董当总统之后被课税,又会被课多少钱,郭台铭开完